大家來看 因為我們這個區塊是農務區啦 雲林是台灣的涼昌嘛 然後這個區塊你看有一些農作物啊 或者是畜牧產業在這個地方是很發達的 所以這邊的路跑很奇怪 雲林的這邊都沒有過敏的 都沒有農民 所以我們剛剛連島航都找不到路 你看Google的車都不要開進來了 因為他們也不知道路 因為其實有一個顧慮的點 是因為我阿公 就來這邊是我的一甲子 所以我當一睡午覺的時候 可能要休息了 所以阿公大概十二點就睡覺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音量要小一點 蛤 睡午覺 因為他等一下你看到他的身體很硬 因為他就是大概五三八點就睡覺了 已經整十點起床 然後總部位置休息 我們睡一條總部 還因為他在這個地方 因為早上 因為水車代表每一個家庭裡面的 一甲子的路 有你當派你當客戶家庭 那一當水車身不見了 所以他有一段時間 然後失眠 因為這個直覺 沒有沒有 就荒廢了啦 水車身不再動 所以他就失眠了 因為水車身代表他的催眠 催眠聲 因為他是一個不分安心的感覺 所以他已經習慣那個tempo了 那你要撒哪裡 你要撒哪裡 等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 這個不小心 會撒出整台灣 因為這裡面喔 因為這裡面喔 都是 我常講的句話 雲幫水 水幫人 我們要裡面的水 因為水 就代表我們 人類裡面的空氣相較 相較於水深 生活感就是這樣 所以當我們 環境不好 空氣不好 所以我們 會不斷的 幫他們 這樣 因為它就像一個 大型的水骨缸啦 因為 晚上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馬達 讓它變成永遠 水癢 所以我們才能看到 像我們的蝦子 一半 因為生炭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一半的蝦子給魚隻 一半胃給鳥隻 那一半胃給鳥隻 那剩下的才是五隻 什麼叫做餵給鳥隻啊 你們這有養鳥嗎 蛤 有養鳥 蛤 有養鳥 這一個環境不好 那這個環境有沒有食物業 有沒有噴農藥 或者是用些藥 它就不會靠近 它所以 它是一個開放式的空間 當環境越好 那個生物的多樣性 會越多 包括我們根本沒有放木龜 也會跑進來 然後憋一些生物啊 它都會自動跑進來 這個環境 這個網子在那端可以拉看看 那邊正前方那條繩子 底下那條繩子 我們的正前方有一條繩子 可以拉看看 拉起來拉起來 昨天晚上換網 他有沒有受到的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用蜈蚣網 蜈蚣網 看一下他的第一罩 有沒有 可以拉起來沒關係 從旁邊 旁邊兩個 進去基本上去 出來的距離就少了 因為白天抓到魚的距離比較高 可以拉上來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拉起來 拉起來 這個齁 位置的大概中三四隻就最好吃 對 直接拉上來沒關係 那個是台灣雕 現在可以紅紅韓國港街的那一種 有蝦子有沒有 下面就是蝦子 好大隻喔 好大隻 你看這個比較大隻 下面比較大隻 因為喔 裡面我們分為很多 樣的生物在裡面 你看五國魚 有分公的母的 你們會挑嗎 公的母的 你看顏色喔 這個就比較深色 這個就是公的 我們俗稱 我們台語在講叫蝦工 黑公 這個就是母的 這個就是母的 然後其實我們沒有放養五國魚 那這些都是自然的環境 鳥雕來的 因為鳥會 牠會去別的池塘裡面雕嘛 啊雕來之後 因為 放下去 因為五國魚的生存能力很強 繁殖能力也很強 然後牠在池塘裡面扮演什麼角色 就是牠是雜食性的生物 所以為什麼我們 一般喔 農漁民很討厭鳥 為什麼 因為牠們會覺得 鳥類會在侵蝕它的作物 所以牠會用毒 用毒害牠 用網子抓牠 或者是用鐵貓抓牠 可是我們 正常來講 魚或蝦 牠是生病的時候才會浮頭 缺氧 所以就會分一些給鳥屍 所以我們不敢鳥 鳥變成我們自然界請來的工作員 所以牠是跟這個自然和平共處的 我們也不拿鞭炮下牠 因為蝦子最怕就是疾病傳染 就是當一隻蝦子 當裡面全部都是養蝦子的時候 這隻蝦子如果再發生疾病 跟我們人類一樣 如果這一群人有一個人發生SARS 這個人怎麼辦 隔離 阿不然就是要用藥 阿可是 所以蝦子有加一種抗生素嗎 沒有 就是很天然的 你看牠的虛擁拆起來 你看牠的虛擁拆起來 看牠的虛擁 現在有些蝦子吃到脆皮都會醬 會醬 其實齁 離開水面牠活的機率就不高 會醬就是第一點有加抗生素 有加抗生素 其實齁 我們只能透過購買的方式 怎麼講 因為通常我們蝦子抓上岸 牠在籠子裡面會增長 阿牠建議你們齁 在產地 非產地盡量不要吃火蝦 盡量吃冷凍會比火蝦還安全 因為你想想看齁 從籃子裡面牠會掙扎 蝦子後面有一條筋 有背筋 牠會彈跳對不對 跟我們人一樣彈跳 彈跳過程中牠的背筋就拉傷了 然後重點你看大部分的蝦子在中南部生產地 然後牠在運輸的過程中 一台運輸車不可能載一二十斤上去買盒 不夠牠的佣金 所以牠一次都要至少一兩百斤 一兩百斤的狀況 一百兩斤的蝦子 在一台三噸半的水車裡面 牠會不會跳 牠會跳 牠不像水果可以安安靜靜放在那邊 不動 消費者的名思 其實市場一定要買活的 通常齁 如果你不放一百斤上去 可能剩不到十斤 如果你是運輸業者 我料洗 那我可憐要再折 所以放藥會把它呈現成薑絲蝦 所以很簡單 所以那個吃到嘴巴會癢就是 有加藥 很簡單 你去市場賣 你去用水去沾它的 用手去沾它的水 你去繞一圈再隔十分鐘回來 看你手會不會癢 手去沾它的水 所以嘴巴會癢 不是你在癢的時候有加那個抗生 不是加那個 第一點在運輸過程中會加興奮劑 我們之前很多媒體去報 去跟蹤它 然後去拿去做檢驗 一點加魚馬尼 要不然加銅綠素 因為讓它興奮 銅綠素 為什麼要讓它興奮 你不是要這樣安定嗎 因為它會死啊 因為它會死啊 你在市場就沒有價格 對啊 它沒有市場就沒有價格 看起來是活的 它運送的時候是有水 它放水裡爬起來 因為第一點齁 我們蝦子齁 通常齁 它在收 盤倉在收的時候 它不會 你要不要先放回去 好 你們是家庭主屋 怎麼都不知道這個館 欸 它還有一隻 因為我們是家庭主屋 哈哈 居然不知道 這邊還有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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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加興奮劑 你說會它不動 又加什麼 殭屍蝦 殭屍蝦 就是有生命真蝦 但是它那個 加興奮劑 然後又加 又加 它上來就不會 按送的時候 後魚呢 咬的 所以就加了那種 讓它活 那可是待會市場要賣 要讓它活跳跳 對不對 到市場要加興奮劑 對 他們會帶 去 那一隻